你要想到这个姜黄 让它保持它的完整 换掉手术刀 拿起剪刀修剪姜黄 花莲茨基学中心的新静医师 来到静思经社 从室外农作到室内厨房 一一体验静思经社法师的生活 我们大概平常也很少做到这样的工作 包括我自己 刚刚也都觉得 哇 这个也是要很细腻的工作 要很专注 体验到师父平常辛苦的一个工作的情形 针对职牙规划 如何提升医疗品质等议题 脑力激荡 和前辈交流医疗经验 上人给我们花联慈激医学中心的使命 就八个字 品质提升人才培育 每一个部门要怎么去做 才能达成这个目标 这个就是核心共治营最重要的目的 回到慈激发源地 体会最根本的用心 传承使命 期待新静医师能发挥所长 贡献医疗 大爱新闻 镇山北之宫潘显聪 花脸报道